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明朝时尚 我想所有的朋友们感受到 我们的新年气氛已经来了 新年快乐 那我想迎接今年呢 很多的朋友们 已经在想说 维炉的时候 到底要吃些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可以 外带的年菜 那是的 不管是食材或烹煮的方式呢 其实今天介绍的这一家呢 真的是都有用心设计过 所以呢 你如果没有想法的话 赶快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哦 围炉起来 相信大家有这个幸福的滋味 就在我们的桌上 呈现给大家 今天明朝时尚 来到华泰王子大饭店的酒花楼 酒花楼擅长创造 华丽大气的乐视美味宴席 今年在外带年菜的套餐上 以团圆围炉为主轴 推出使用丰富的顶级食材的 排斥高汤火跳墙为亮点 再搭配各式各样顶级食材料理的名菜 让平价名菜也有饭店级的品质享受 各位观众朋友 喝一口好茶之后呢 当然今天就要用非常清新的方式 为了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年菜 那当然最后我旁边的就是 吴师傅你好 对 你好 所以吴师傅刚才呢 我喝的这杯好茶 据说来到这边餐厅用餐的朋友们 都可以有五种不同的顶级好茶 来选择 是的 我们有五种茶 都是台湾的本土茶 有老幼茶 碧楼春 还有东方美园 还有红玉 还有铁观音 真的是非常多的选择 不过呢我想最重要的是 今天要介绍我们的年菜 那这个年菜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预订然后带回家 然后跟家人来团圆的 那吴师傅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我知道每年在设计年菜 都有一些主题 过年嘛我们要有一桌很丰盛的菜 看起来就很高贵 而且是要有很好的食材去搭配 我们这里就有一些包生刺度 还有一些肉 还有鱼 还有青菜 每一方面都可以兼顾到 走华楼的外带年菜套餐中 也有提供单品贩售 除此之外还有多款美赚糕点 例如象征年年糕生的富贵红豆年糕 栗子松露净年糕 还有瑶珠海味萝卜糕 内有超丰富的严选顶级干贝 XO酱精致礼盒 和大吉大利苏星糖 也是非常应景的年节选择 他们有些单品像是一些 这个萝卜糕啦 什么都可以买回家嘛 萝卜糕年糕啊 还有那个栗子年糕 还有些糖 还熟酱之类的 OK 就是一些小品 大家可以搭配着自己的年夜饭 所以本来这个套组呢 其实你也可以搭配一些单品 带回去 让你的菜色更加的丰富跟澎湃 在这个菜色我们可以看到 它以粤菜的主轴 然后再来它有很多单品的选择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师傅其实还满用心的 我觉得几乎是鸡鸭 鱼肉 然后海鲜通通都有了 那我们从第一道来介绍好不好 好 第一道就是 我们港式的烤鸭 还有那个腊肠 有润肠就是这组合 好 你看到 好甜喔 对 这个 这个是港式腊肠 有点酒的味道是不是 它有调 一点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开胃的时候 吃了这些所谓的润肠啦 或者是一些腊肠之类的话 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年呢 过得非常地丰富 而且正式地展开我们的年菜了 好 那当然我们请师傅 再为我们介绍 接下来会邀请大家吃哪一道呢 我们有佛跳墙 佛跳墙 好 佛跳墙是每年 大家过年最喜欢做的菜 好 那我们就来 盛一碗佛跳墙 来 所以佛跳墙 一般来讲我看到我们宜家 其实放的东西都不大一样 那师傅您入住在这个佛跳墙的 是有哪几样这个食材呢 我们有鱼翅 这个冬菇 干贝 这个有干贝 跟鸟蛋 所以这个大概是熬煮了多久的时间呢 这炖了四个钟头以上 这趟外代年菜最引人注目的亮点 排斥高汤佛跳墙 以鱼翅 咬住 皮筋 排骨 鱼皮 鱿鱼 栗子 北菇 芋头 和排骨等多种食材 部分材料先炸过 再一起放入翁中 以鸡汁高汤熬煮约四个钟头 食材丰富多样的口感 香味刺意 汤鲜味蕾 让人回味无穷 散开 好 谢谢 我们来尝尝看 这里头的食材非常地丰富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师傅讲的 这些料有芋头 然后有丸子 有鸟蛋 然后另外还有鱼翅 然后干贝 来 鱼翅 来 加点鱼翅 这个是排斥来的 真的 好 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觉得好入味 但是它不会过咸或过稠 因为有一些 其实汤会觉得比较稠 比较腻 因为我们放的层次有关系 我们把芋头放在底下 它这个汤都没有这么快走 所以你看这是有功夫的 因为我吃过很多 不管是酒席里头端上来 其实都是糊糊的 就会觉得喝几口就很容易腻 可是我发现 您的汤头就是很甜 对 然后很轻 所以也不会过于咸 所以这个味道是差到好处 好 那再来我们要品尝哪一道呢 接下来介绍的豪黄海参金元宝 是一道视觉上非常喜气的料理 先将黑芋参烫熟 再用蠔油 姜 葱等辛香料 爆炒调味 然后黑芋参热味道入味 中间象征裁员滚滚的金元宝烧麦上方 放置南非火爆鱼更衬鲜美口感 海参 哇 海参的胶质非常的多 这个海参就是 谢谢 我们这里水发的 OK 这个金元宝 哇 这还真的像金元宝 这上面是什么 那个鲍鱼 小鲍鱼 对 好可爱喔 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鲍鱼都好大一颗 其实吃得蛮腻的 但是这样一口觉得是刚刚好 对 加在烧麦里面 对 我没有吃过鲍鱼加在烧麦里 真的有这金元宝的口感 而且它的形状好像元宝 是 好吃耶 这两个口感加在一起 我觉得是让你有点惊喜 因为我们的鲍鱼呢 其实是QQ的口感的 是 那底下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整个这个 底下的这个烧麦呢 它感觉就是 虾仁是脆的 所以整个口感 我觉得很有层次 丰富 而且是吃起来就非常的喜气 就柴源滚滚 这趟外蛋年菜中 以月香周味巧妙的 竞现美道料理的精华滋味 酒花楼李康明主厨 示范的波士顿龙虾面线 先将花椰菜汆烫 爆香酱汁 再将瘦面线 拌着混合着中外风味的酱汁 是由上汤和起司 调制成独特风味 波士顿龙虾用特制酱汁 举煮吸附了饱满汤之后 与瘦面线搭配食用 口感Q弹 风味浓郁 摆上翠绿的花椰菜 更添圆满富贵 这龙虾是加拿大来的 加拿大来的 波士顿龙虾 其实越式的所谓的龙虾 它勾了欠揍真的很好吃 然后底下的面也非常的好吃 好 所以 因为我们是外带 所以回家这个面线 就当我们的主食 这面线在底下吸满了我们的 整个龙虾的汁 对不对 非常的入味 可是带回家去加热的时候 还是会这么好吃吗 会的 这个我们选的食材就是说 保持它原状比较冷 真的好好吃 因为回去还要加热 你看这个面好像没有什么颜色 但是它包满了这所谓的龙虾的汤汁 跟它的膏在上头 超好吃 甜甜的口感 好吃 这是苍鱼吧 对 这个苍鱼 一到过年的时候 苍鱼的价钱就乱标 所以 那你还特别把它加在里头 对 是一般老板都说 不要用那么贵的吗 对 我们用好一点的食材 我们一定要用好的食材 听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港式的十只真苍鱼 大白苍 十只里面有橙皮 有蒜蓉 有豆豉去炒过 听起来就超赞的 好 所以我们来尝一口来 可以看到 我们先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看到我们的鱼肉 好 OK 这个肉非常的多 好吃 非常的入味 而且就像刚才师傅他讲的 除了这个食汁的味道 就是里面有橙皮的香跟甜在里面 也是 好吃 真的 所以我想这道菜 其实真的是像师傅讲的趁热吃 它的味道特别的香 这道橙皮齿汁大苍鱼 事先将橙皮及豆豉炒香 铺在白苍鱼上 一起放入蒸锅直到入味 橙皮香气去腥 豆豉口感咸香 让人意有味尽 接下来介绍的 是非常应景今今年的年菜 沙姜白切土鸡腿 土鸡腿与香气浓郁的沙姜调味 姜的鲜味与鸡肉的口感 达到完美的平衡 今天是今年我们吃的土鸡 本土的 彰化的土鸡腿 还有身份的 是来自于彰化 我们来自于在地的这个土鸡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土鸡在旁边这个酱汁 这沾的 这个姜末跟那个沙姜粉 沙姜粉是什么 就是姜 里头有姜的味道吗 这鸡肉本身我觉得就已经够好了 然后配上那个姜的味道 我觉得会把它的鸡肉的甜度 带得更出来 是 而且没有那个姜的辛辣的味道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种 就是底下的汁是什么汁 就是那个沙姜粉 可以去调出来的 沙姜粉调出来的跟那个香油 对 它有个香气在里面 对 真的好吃 这跟我们吃的这所谓的 客家的一些鸡又不一样 对 对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非常美味 主要是鸡肉来自于彰化 真的好 好 这个鸡是泡过药材的 真的吗 对 什么样的药材 它有香叶 枸杞 还有绍兴酒 这样泡过会让它更有味道 入味是不是 它非常地有口感和味道 对 所以刚才师傅讲 它是经过有浸泡 我们的一些药材 所以吃起来也非常地养生 年菜套餐中 也贴心设计一道蔬食 碧绿公保和食蔬 是以九华楼师傅 特调的公保酱料 炒上银杏 芹菜 甜豆 和杏鲍菇等 味道咸中带甜 香中带辣 口感十足 让人回味无虫 是公保的味道 有银杏 好 银杏多吃一点 银杏 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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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豆 还有杏鲍菇 这个有辣味 但是又不会太辣 这个是公保吃 就是酸酸甜甜的 就是 好吃 好吃 还有芥兰菜 芹菜 树菜这样子 因为我们就是大鱼大肉吃下来 就是大鱼青菜吃 对 我发现其实师傅都蛮平均的 因为你看像刚才我们的龙虾旁边 也弄了我们的所谓的 花椰菜在旁边 所以让这所谓的肉跟菜的比例 其实也抓得非常的好 所以吃了这么多大鱼大肉 还是要吃一点菜类 来让大家觉得这顿饭 真的是相当的实权实美 外带年菜中 一般最让人溃扰的 就是回家如何 原汁原味的上桌 担心加热方法不对 让年菜的美味流失 武宏城总主厨 在此和观众朋友们 分享年菜加热的小丁铃 这一个套餐 其实在我们的饭店里头 可以说是非常抢手的一个年菜 大家可以带回家 那在加热方面 就是师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因为大家都很怕说带回去 对啦 在餐厅里吃的是很好吃 可是回家我们加热方便吗 或者是说你们有说明书吗 有 我们这个是当天做的 所以就是不是冷冻食品 所以回去你就微波一下 稍微就微波一下 因为我们那个装那个盒子 那个都是可以微波的 都可以微波 都可以蒸的 所以非常简单 所以都不会失掉它的风味 或者是变干 对... 所以它上面都有一些说明跟步骤 就像我们的佛跳墙一样 它需要四个钟头去熬煮 所以毕竟它可能就是量 没有办法做到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有没有一个期限 大家如果想要订的话 到底要什么时间点 之前一定要订 过年前 过年前都可以 师傅也是这个 在这里全年无休的 这个为大家来做服务 我想带给大家就是一个 非常难忘的 这个所谓的年夜的大团圆 所以在这个今年即将来临 相信很多人呢 可能都想到 让自己的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吃一顿非常丰盛 而且有味道的年夜饭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谢谢师傅 帮我们做介绍 华泰王子大饭店的外带年菜套餐 也是可以自由选购不同的单品 心记得美味年菜 是春节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森林莓果 可以拿一个式吗 可以 好 森林莓果式 好 OK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明朝时尚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来到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个世外桃园 因为呢 它隐藏在我们内科当中的 一个大楼里 外面呢 其实只看到招牌 但是它里头却有个sweet lab 是什么呢 我们的甜品实验室 那这里头呢 其实打造的是法国的一些 非常美味的甜品 相当有创意 而且它是由一对姐妹花所经营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品味一下 今天呢当然我们来到这一家 《Escape from Paris》 光从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创意 那当然这是由姐妹花所经营的一个 sweet lab 也就是甜点的一个 我想应该说是一个咖啡店呢 还是应该是一个甜品店 所以呢我们马上访问到的这一位 就是我身旁美丽的姐姐 也就是Christy Christy你好 你好 艾莉姐你好 艾莉你好 是Christy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Escape from Paris》这个名字 BRAND就是当初怎么发想的 它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是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甜点 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然后我们不喜欢一直 拘泥于旧型的甜点 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更新形态的 新法式甜点 那《Escape from Paris》它是一个动态 就像是甜点从巴黎一路 逃到台湾这里 然后跟亚洲各种不同的食材和文化汇集 那我们的中文曲叫芙芙法式甜点 是因为从小我妹妹Kamiel 她就做了很多甜点给我吃 我最喜欢的就是泡芙 所以我们一直在今年 各种不同的款式的泡芙 让它看起来不像泡芙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 是非常的有层次的 但是你妹妹就是从小开始 在家里合作的甜点Dessert 应该是有受到比如说 家里的亲朋好友的影响吗 还是说她从小就对这个 非常有兴趣 是的 因为我们从小都非常喜欢看 像TLC那种美食频道 那我们平常最喜欢的看的就是 各种不同的做菜的一些节目 那我妹妹她本身是手很巧 她也会做一些生日蛋糕 从小开始做给家人吃 当然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时候 当然都是我吃下去 但是我会一直鼓励她 就是一直更紧紧 不管在外形或者是一些美感 然后我们从小都学习一些音乐和艺术 所以我们觉得创造一个甜点 它不仅只是甜品 它是一个艺术 跟可以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不过进一家店的时候 其实又是另外一种思维跟角度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拥有了自己一个品牌 那当然品牌的理念跟它的发起 都非常有想法 那其实我自己来到这边之前 就是了解到两位姐妹的背景 一个是学法律 一个学生物 那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在念书的时候 学的跟这所谓的美食或者是甜点 是完全无关的 可是后来仔细的去想说 姐姐其实在法律系 后来也做了一些管理 所以在经营管理上 你有很多的想法 那妹妹呢 其实生物学系 我在想 其实就跟你们的Sweets Lab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有点 是实验室吧 是 因为其实妹妹她是学微生物 花了很多时间在实验室 就是做很多不同的生物实验 那对她来讲甜点 它每一分 每一刻 其实都是跟做实验一样的精神 所以甜点并没有办法 像中式料理或者是义式料理 它是非常的随性 它某些地方要非常的斟酌 它每一刻 对 非常的精准 所以跟做实验的精神是很像的 那当然其实走进来 这个整体的氛围 可以感觉到这个空间感 它真的很法式 很简约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有很多这所谓的霸国的元素 在里头呈现 所以当初在打造空间的时候 尤其我比较好奇的是 大楼的二楼 很隐秘 那选择这样子的空间 我觉得蛮特别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想要打造的是 一个甜点的好花园 就像是客人他可以来这边 很心无挚爱地享受甜点的热趣 带来他的惊喜 那其实这一块区域 其实是一个像是家族的一个办公室 就是后面都是仓库割出来的 因为我们觉得创业的时候 没办法选择我们想要最好的区域 但是我们希望用最好的甜点 来吸引喜欢甜点的客人 他们真的会想来这边 享用我们的精挑细琢的 很多不同的艺术品 我觉得其实刚才姐姐讲到 他们从小学艺术 那当然是做甜点也是一门艺术 然后做出来真的看起来像art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个非常实际的 这所谓的经营的理念是很棒的 就是他们知道说 创业之初 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在黄金地段 但是他还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让这个所谓他们的甜品 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接触到 然后认识他 而引他们进入这个世外桃源 那当然咯 妹妹其实我觉得跟姐姐一样 很会念书 然后学什么东西 我觉得相信他们两个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他花了好像不到一年的时间 把法文学会 是 然后到法国去学这所谓的甜点 是 他花了 因为我们一起在美国旧金山读书完之后 然后他就回台湾工作 一边学习法文 然后马上考检定考就去法国 然后这中间其实他 就是法文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分水岭 让你可以很直接进入法国的甜点世界 要不然以英文学习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没办法跟当地的甜点师傅 有更多的接触 那主要他现在的法文的能力 也可以到达翻译 所以我们也会开始做很多不同甜点的 示范的一些翻译 我觉得这个是让你跟一般的学习 有更多不同的一些差别 对 真的是学习力超强的 非常聪明的一对姐妹花 Anyway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甜品坐在前面 你就会想说 你们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 真的是很不得了耶 是 因为在创作一些甜点 它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琢磨 让它的外形 我们打破现有的常态 然后希望让它达到一些 像是有机体 所以我们未来会 会抛弃很多现有的模型 让它更多更新的形态去展现 那当然像这种雾面的这种质感 它是用一种叫可可纸的 噴漆技术去做成的 那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 有一些不同的顺序 可以希望从酸的一直到 OK 甜的 再来是更进阶的一些不同的风味 看到这一道道如艺术品般的美丽甜点 这各种的美妙滋味究竟如何呢 下段节目回来由艾琳继续为你幸福揭晓 所以你会建议我先从这个苹果 青苹果 是 对 这算是一种Candy Apple吗 就是所谓的糖化的这个苹果吗 不是的 它外面其实是一个白巧克力的 脆皮白巧克力 所以它不会是真的苹果 它不是 很多客人都会问 那我会说 那我卖一颗真的苹果放在里面吗 我们用很多方法去让它创造一个 像苹果的外形 那外面算是有点像是苹果的果胶制成 有点像是Q彈的皮球 蛮有趣的一个质感 那进去里面再切下去之后 你可以帮我切吗 因为我真的很舍不得破坏它 先看到的是一层青苹果慕斯 青苹果酒做成的慕斯 然后之后再 它其实是蛮软的 是 然后再来是青苹果的果丁之外 还加上荆棘果凍去做一个 比较偏酸的层次 对 我们稍微把它转过来 让我们的摄影师可以看到 它里头的内馅 那在上面的话 它其实是巧克力汁 所以它整个其实都可以吃的 那下面会做一个脆饼去做支撑 对 它很强烈的苹果 青苹果香味 是 所以里头是青苹果丁 对 我们就是 就是去做青苹果跟荆棘果凍 就是在里面做成型 有荆棘的味道 对 这很特别 所以当初怎么会想到 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甜品 其实仿蒸的甜点 现在是在一个全球的趋势 那怎么样让甜品 法式甜品混入台湾的一些精髓 那青苹果其实是 都是国外的 美国的 那在里面的荆棘 其实是我们台湾特有的东西 那荆棘现在在法国 其实也蛮受法国的甜点师去采用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东西的合併 其实我觉得 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 让里头的这所谓的cream的部分 就不会那么的腻 是 所以其实整体吃起来 它是非常非常的爽口 真的很特别 而且会让你有惊艳的感觉 那接下来 你会建议我吃哪一个 这一个吗 我建议您吃我们的绿野仙中 这个真的好可爱 都觉得它很fuzzy 然后感觉好像想要去触摸它的感觉 对 它的fuzzy的部分 毛茸茸的部分 就是用我们的可可质的 可可质技术去做喷漆的 其实它摸起来 是有点硬的糖霜的感觉 对 因为它里面 也是用一个白巧克力去做支撑 OK 但它绿野仙中的来源是有 绿柠檬加上我们手中的有机薄荷 里面有台湾比较少见的 Wild Strawberry就是野莓 野莓 对 野莓 它的味道比一般大颗的草莓 还更有风味 然后更香浓 所以您可以看到里面 它会有一层野莓的果凍之外 它有一块我们的杏仁蛋糕 对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属于非常有层次的 因为它最底下是像饼干的口感 对 有点像是饼干混的口感 柠檬的味道 柠檬的味道 对 柠檬跟薄荷 有耶 对 好爽口 好清爽的味道 对 因为我们的甜点 其实都做一些酸跟甜的成色 综合 对 我们都会做比较 没有点糖的一些动作 所以就不会太让大家感觉上 吃了一整个会很非常腻的感觉 对 就是有些客人他可能吃完一整个 他都不用喝茶之类的 对 真的很厉害耶 因为其实你会觉得吃完之后 整个味蕾是非常新鲜 很清新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很甜 然后有点酸的口感融合在一起 就有点少女恋爱的这种感觉 这种心情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真的觉得很奇妙耶 因为我觉得让大家好像在猜礼物的感觉 然后有那种惊喜 就是不知道里头包的是什么 吃了两个酸酸甜甜口感的 这一个甜点之后 你会建议我在想用的是 下一个我们是建议吃我们的玫瑰香菜 是 OK 那这个玫瑰香菜 它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假如你有去过巴黎的话 你会吃过像Pierre Hermet 它最有名的 就是玫瑰香菜 就是玫瑰可颂 玫瑰荔枝覆盆籽 但是我们在亚洲这里 我们把荔枝味用掉 是因为它的味道我们其实只是去跟 天鹤美去致敬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完全百分之百的雷同 我们想要保留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 所以我可以帮你切 真的吗 你要帮我切吗 好 因为这样子会漂亮 OK 比较优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们这种完美的精神呢 就真正可以感受到 姐妹两个其实在呈现所有的东西 不管是它完成的成品 还有它在serve的时候 其实它们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细节 那它里面上面的话 是用大马仕格玫瑰精油去滚成的糖霜 那上面的话是有机的覆盆籽力 是不坦糖的所以有点偏酸 里面的话是用玫瑰和覆盆籽合成的内餡 所以它吃起来是非常口感 非常清爽的一个可颂 因为我们用的是日本的面粉去制作的 OK 所以比较软的感觉 因为这个刀子其实有点切起来不好看 好 没关系 我把这个 没问题 OK 可以看到 这里头 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坐在这里 就已经闻到那个玫瑰香味了 是 靠近滑 好 糖霜里就有玫瑰的味道是不是 对 这个玫瑰它的精油的添加部分 需要非常地注意 要不然加太多 吃起来味道会过重 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里面 它整个所谓的可颂 去一层一层的感觉到很有空气感 而且很脆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的量没有到很多 尤其它是新鲜去烤的 可颂 假如放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奶油会沉淀到底部 吃起来就会开始有点湿湿油油 尤其台湾的天气 比较潮湿一点的关系 但是能够保持到这样子的酥脆 其实应该是很不容易 好 再来的话 我想应该是这一个 这款的话 我们是冬天做成 冬天设计的一款泡芙 它叫做 它是榛果可可 我们是用意大利皮安蒙特 顶级的榛果去做成的 有一个榛果流沙酱跟榛果卡士达 上面的话是可可的香蹄 这可能也帮你加一下 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刀子 是 切起来之后 有点像是在切披萨的感觉 它我们保留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是让它放在冷藏柜里面 也可以一样酥脆到晚上 真的吗 对 因为其实台湾的天气 让法式甜点需要克服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你们在就是经营的过程 或者是在发想这一个品牌的过程 因为有这些气候天后的因素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所谓的失败的经验 一定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挫折与考验 那通常就是要花一个月左右以上 去发想一些新的产品 不同 不停地测试它 那里面的话 它就是有一些葡萄的脆 新鲜的葡萄脆片 然后吃起来会有很多 刺激的口感在里面 对 而且上面呢 我们这个榛果的 这个奶油在上头 是 好香喔 对 它吃起来其实是非常清爽的香味 就是香提鲜奶油 那一般台湾人对于鲜奶油的认知 都会觉得很油腻 很腻 很甜 它不会 它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的口感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隐隐为傲 像我本身其实是不吃鲜奶油的人 但是因为做了这几款之后 我非常喜欢吃上面的鲜奶油 对 因为它的口感 真的像冰淇淋的感觉 然后呢 它也不会太腻 然后非常的爽口 然后冰冰凉凉的口感 我觉得相当好吃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 是稍微重一点的 是 那这一款呢 其实有一点像是 给很成熟大人吃的黑巧克力的 它的名称叫做法文 叫做佛黑色皮 它就是莓果櫻桃森林的一个意思 那上面它就是用巧克力 黑巧克力汁做成的一个仿真櫻桃 里面有可可奶酱 还有可可的一些櫻桃的果凍 切开下面也会有放一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巧克力 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櫻桃 櫻桃耶 不是 它是一个仿真的櫻桃 OK 所以你可以切开底下的下层 对 OK 它里面的话是一层可可的慕斯 然后还有樱桃的果酱冻 对 好 我们展出来给我们的摄影机看一下 它也是一个非常清爽的一款 莓果的巧克力甜点 OK 我们来藏一小角 巧克力非常浓 而且它是属于%数比较高的 对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层是crunchy的 是 然后你会有樱桃的这种果香出来 对 那我们是放 法国的达曼茶是一款火茶 四果红茶把它混入进去的 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非常有 不同的层次的 莓果跟巧克力的综合香气 所以这里头没有酒对不对 因为一般的暗巧克力 樱桃会加一些酒 但它完全没有酒的味道 它没有加酒 我觉得很好 对 因为其实酒有的时候 会让大家有点酸的口感在里头 是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 它真的是味道层次丰富 口感也非常的丰富 但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对姐妹 她们的心思非常的细腻 所以她们不管在经营层面 或者是在创造她们的甜品的时候 我觉得都有很多她们的细节 以及她们自己的坚持 所以才能够做得这么完美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 Christie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知道Camille呢 在里头就是马不停蹄的 在创造她的甜品 那我相信在今天节目到 你也看到她的手艺了 那很多的朋友们一定很好奇说 来到这边的话需要预约吗 我们其实目前现在就是采取 让客人自己来看甜点 然后我们并没有开放预约 当然很多客人都会打来 那可以先打电话 跟我们说她要保留哪几个甜点 所以我们会很乐意地 帮你们用起来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 那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 从台北市烦闹的 这个所谓的都市生活当中 Eskate一下 那我们可以到 Eskate from Paris 来晃一晃 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 甜品带给你的幸福 MING PAO CANADA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天邀请到明眸瑞莎为星星系列站台 以一席宝蓝色泰刹长礼服出席展演金星作品 现场也和来自瑞典的设计师Lena 一起创作带形水晶的设计 以圣诞节为设计的主题 其实我刚才一走进来就觉得 Oh my God 也太美了吧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买白色 就搬在家里的东西 然后特别是生女儿之后 一直每一天都会想把家里弄美美的这样子 所以我刚才一走进来就觉得 好漂亮 就想要把我家里的温暖的气氛 送到瑞典就送给Lena 瑞典百年水晶 Orfos Costa Bota 拥有超过两百年历史 以斯坎地纳维亚设计思维 将创意融入生活 皇室御用品和博物馆限量收藏 带动全球水晶市场的创新风潮 它开始在1990年 我认为这个组织产的组织产 设计的组织产 所以他們成為我們最大的設計公司 在蘋果內 我們想從我們的觀看 享受賢獎獎獎人 做了很多金錢 享受賢獎獎獎獎獎獎獎 然後他們在祝福後晚餐 瑞典設計獎項長善軍 這次帶來Planet星星系列 包含綻放 光年 金星 北極星 王子和玫瑰 等六件全球限量作品 設計概念為獨一無二的美麗星球 具備宇宙不同的美麗光芒 其實我們從我們都來自一種蛋的形狀 我希望他們是一種蛋的 讓我們都來自一種蛋的形狀 因為我們都來自一種蛋的形狀 我們是不同的角色 我們成為人物 所以这就是《Planets》 当然我认识到设计与建设计 与设计与政策 也设计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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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工作 例如《Planets》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需要两个月 两个月 但另一份答案 是100年的生活 与其他剪刀 剪刀 写者 并且当然我自己的经历 这都是我的孩子 他们相同 所以我不能选择 这是我的家 时尚大地 这次首都跨界 与OFOS合作设计的 时尚大地联名系列 以黑白简约的色系 及独树一格的圆柱造型杯声 让饮酒时刻 充满时尚的美好乐趣 Pandora与SOGO复兴館前广场 打造三层楼膏 魔幻圣诞装置音乐盒 成为今年圣诞节 在台北东区最新驻足的拍照亮点 在圣诞前夕 Pandora为民众献上最大的温暖惊喜 打造惊喜圣诞夜 邀请Janet带领乐团快闪演奏欢欣乐章 启动装置音乐盒 而圣诞老人与小天使们 齐献身与民众提前欢度圣诞节 让冬日里的人们倍感温暖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闻 我们的聖诞节的快闪 要不要掌声国益给他们一下 真的 谢谢 非常厉害的乐手还有歌手们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透过Pandora 非常非常的可爱的这个专会 还有气球 然后这个聖诞节 因为Christmas shows the joy of giving the season of giving 所以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 非常的美好的圣诞节 所以再次 Merry Christmas Everybody 嗨 大家好 我是Kelvi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我常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编辑都会问说 Kelvin 如果今天 要你推荐女生化妆包里面 一定要有的 1 2 3 4 5 就是几件化妆包 化妆品的话 你会推荐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有的就是 护唇膏 我提醒大家 就是说你在挑选护唇膏的时候 不要含有薄荷 含薄荷太高的这种 护唇膏 它只能放在嘴唇 蛤 那除了放嘴唇 还要放哪里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放 比如说像我在坐飞机的时候 有些时候如果说因为太干燥 眼睛这个地方 会干干的不舒服的话 我可以把这种很单纯的 然后没有薄荷的这些护唇膏 就把它放在指腹上面 这样子轻轻的搓一搓 然后你就可以拍在你比较干燥的眼睛的周围 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坐飞机很干燥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指缘油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像这种蓝色的包装是最经典 然后不含薄荷 我很推荐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咯 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持妆效果好的 这种底妆的产品 像这种金属的气垫粉饼 它本身持妆效果很好 然后它不用再用蜜粉来做定妆 所以你不用再带蜜粉 或者是有些 因为它的遮瑕力也很好 所以你有些时候也可以少掉一些遮瑕的作用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上粉底的话 那要带什么呢 一定要带遮瑕膏 这一款遮瑕膏很多人都知道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遮瑕膏 它是一个日本的彩妆师的自创品牌 那么三格的设计 上面两格针对的是我们脸上的黑眼圈跟这个斑点 然后呢下方你可以大面积的使用或者是针对痘疤 它是比较干的质地 上面两个是比较湿润一点点的质地 有没有看到这边已经是凹凹了 然后还有什么一定要随身携带呢 就是 眉粉 为什么我会选眉粉而不是眉笔的原因 是因为 眉粉它的可运用的范围会更多 除了它可以拿来画眉毛之外 它也可以 你看像这个刷子里面 它有附这个斜口的拿来刷角度 它也有附这个小圆刷 所以呢有些时候如果说你觉得今天看起来眼睛泡泡的 或者是没有精神的话 你可以用最深的这个颜色的眉粉 来当成你的眼睛的这种轮廓跟阴影 甚至于如果你手边 如果说今天觉得自己脸看起来很肿 你还可以拿它来做修容 然后再来就是一支全部的商品 那么我的建议是口红 或者是像现在很流行的这种胖胖口红笔 重点是在于你的这一支口红 不要挑选 含有金钻粉末的 它不但可以放在嘴唇上面 它还可以当成你的腮红 它还可以当成你的眼影打底 只要你的颜色不是譬如说正红色 像这样子淡淡的这种你看珊瑚色调 其实如果说你可以把它轻轻的沾一点点 拿来当腮红 口红 甚至于放一点点在你的眼尾的地方 然后再叠加刚才的眉粉 你会发觉哇你的眼妆看起来就有层次了 然后这里已经一二三四五了 这是五个最基本的 最基本我觉得一定要戴的 那么还有什么是 如果可以再多戴一件你会更美的 那就是睫毛膏 你有多久没有刷睫毛膏了 是 Kevin认为喔 其实睫毛膏它是放大眼神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甚至于呢睫毛膏喔 如果你把上面的多余的睫毛膏 用面纸压掉 你还可以拿来梳理你的眉毛 让你的眉毛达到这种根根分明立体的作用 像我自己在画眉毛的时候 我最后一个程序就是会用 快要干掉的睫毛膏的刷子 去刷一下我的睫毛 让我的睫毛看起来就变得很立体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很有精神 有些时候你会发觉 哇眉毛如果变得很立体 好像眼睛看起来就不会这么抛了喔 所以呢如果要再加一支 我觉得睫毛膏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上这些东西就是 如果你想要节省自己的化妆包 节省它的空间 一定要带一个彩妆品 母母情侣从来就不是新鲜事 那是细如人生的实证 也是粉丝们心中美好想象的现实穿越 我的宝贝四千斤里的易飞恋 让尊之桥与世佳界 成了最佳国民夫妻党 现实中两人也成了同门师姐弟 甚至有了易飞恋后援会 这般绝佳的默契 是真实生活里的理想情人 亦或只是剧本里 梅来远去的荧幕情侣